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8年高雄市场选举跟阿嬷的合照 两人还原再拍一次 我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 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后来我们也有取得联系 所以今天我要回来找菜市场的阿嬷 很想念她 她是我的忠实粉丝啦 原来2018年陈其麦落选后四天开直播 感谢所有麦粉支持 大社国菜市场阿嬷 就让陈其麦印象特别深刻 这不是我给它叫来 他给你招来我怀里面 我笑得很开心 他笑得也很开心 这次不选卷土重来 陈其麦选情虽然看好 但可一点都不敢大意 就算是忠实铁粉 照样花时间拜访一趟 这三天来的行程 25号四个 26号六个 27号也有三场 对比李梅珍一到两个的行程 显然紧凑许多 其实根据国民党内部民调 蓝英在全国支持度是百分之十三点七 只有民进党的一半 但来到高雄屏东 国民党支持度略为上升到百分之十五点五 显然在南部支持度比全国性看好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在最后的阶段 不管是陈其麦候选人 还是我们所有的辅选团队 都会战战亲近 就连最劣势的2010市长选举 国民党都有三十万票 这场仗陈其麦完全不敢松懈 面对蓝白都推出议员战将 陈其麦小心应战 坚信勤炮才能获胜 三立新闻方博风中 您开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